对的,好。 有可能想到这个问题会让你很灰心,你觉得只有那个教会,有很多人,教会很大,很有钱,看起来很增长,什么时候都有活动,那样的教会才是有用的。 果然,耶稣会使用那样的教会让福音发展,我们呢,很普通的,没有特别的,比较小的,我们也能参与福音的扩展呢。 更别说你一个平凡的人,平凡的基督徒,虽然有可能我们的普通的教会有办法参与耶稣做的工,你个人能做什么,很容易灰心了。 当然,耶稣使用宣教士们,牧师们,对不对?你呢? 你可能说,我能够做什么?耶稣真的能够使用我,广传福音,建立教会吗? 我今天想鼓励你们,我想给你们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在建立祂的教会,而且祂想要祂能够使用每一个平凡的基督徒在平凡的地方教会来把福音的发展完成。 读圣经的时候,哪里看到耶稣建立教会?哪里看得到福音发展? 当然,耶稣建立教会的方法之一就是让基督徒更稳定,更强,不过现在要注意到福音的发展, 福音的扩展。耶稣让更多人成为基督徒。 我们可以从大使命开始。 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好不好?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帝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者的门徒,同复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吃喜。 他都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月。 好,每一个人不管住哪里,应该当耶稣的门徒,因为这样耶稣告诉门徒们,你们都去让别人当我的门徒,带别人来跟你一起跟随耶稣。 耶稣要停在这里,想一想谁负这个责任,谁负责遵守这个命令,福音的发展,福音的扩展,这个责任是谁的? 耶稣向所有的门徒们说这个使命令,不是向使徒们而已,也不是向牧师们而已,谁都负责。 耶稣给我们这个命令以前,已经有门徒带别人来找耶稣。 我们一起看到这三次,好不好? 所以,这是第一次,我们一起念吧。 所以,这是第一次,我们一起念吧。 好,第二次,可以帮我念吗? 那夫人就留下水罐子,往神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出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被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还有第三次,在马可福音,我们一起念。 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围负责的人,会说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心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事和能大的事,是怎样的命令,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 好,我们可以被这些例子鼓务,看到耶稣吩咐我们参与教会的大使命。 已经看到了普通的门徒那样做,因为这是我们的想法,因为我的生命,我的生活被耶稣改变了,因为这样,所以我可以跟人分享关于耶稣的事情。 还有,我要看到使徒行传,你可以用这张字看一下,还有我也给你们看一些地图。 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们,他有个计划,什么计划呢? 我们一起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我们一起念。 可是圣经将领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伦理, 披着要带耶路撒冷,留待全地,撒玛利亚,执着地底,诺国的见证人。 所以,教会在耶路撒冷开始,可是教会要带着福音继续发展,继续去别的地方。 福音要到每一个地方去,要到每一个人去。 我们纵然在使徒行传里,福音的发展。 所以,从耶路撒冷开始,五瞬节那天,彼得在耶路撒冷传了福音,很多人相信了,从那里开始。 过了一段时间,基督徒被逼迫。 结果呢,你看,除了使徒们以外,因为逼迫的关系,很多信主的人,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逃到犹大和撒玛利亚的处域,去那里,在那里就讲到耶稣。 还有,使徒行传第八章, 从菲利到撒玛利亚去,在那里讲到,很多人相信。 这是撒玛利亚。 然后,耶稣吩咐他走埃及那个方向的路。 在那里,在那里,在那个旷野,遇到了一个从埃塞,对不起,我的发音不太好,埃塞俄比亚的人,给他解释福音。 后来因为他相信,也在水中,费力给他施进施洗。 费力忽然在另外一个城市显现,他从,就是,往埃及的那个路。 然后,菲利在另外一个城市显现,他从那个城市一直到,北面的城市一直传福音。 还有,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去大马是个,逮捕门徒。 路上因为遇到耶稣,他成为基督徒,所以他开始传给大家听那个他以前讨厌的福音。 因为那里很危险,因为那里很危险,他会去耶路撒冷,然后到他家乡大树去住。 他因为没有胆小的心,他一直继续传福音,扫罗把他的名字变成保罗。 还有,彼得被一个外邦人邀请去他那里,传给他全家听神的话语。 很多外邦人相信了。 这也是在犹大地区里面,但是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门徒向外邦人传福音。 但是没有多久,对不起,我以为我还有一个。 使徒信传第十章,彼得向那些外邦人传福音,很快有其他的门徒跟其他的外邦人传福音。 所以,第十章,十章,有人在安提亚城里宣教,结果是很多人相信而归主。 然后,使徒信传十三节,没多久在安提亚的教会,按照圣灵的吩咐,他们差遣保罗跟巴拿巴,差他们去别的地方传福音。 他们去哪里,你们知道吗? 所以,这是 对不起,我 OK,可能我 在错的 OK OK,这是我刚刚说到的,对不对? 所以,我看字看得很慢,对不起。 所以,有这些地方已经有基督徒,所以去安提亚那边,然后从安提亚,保罗跟巴拿巴搭船到那个海岛。 然后,然后到这些地方去都传福音,然后回去安提亚,报告给大家听神使用他们做什么。 好,还有,接下来我们看到使徒信传十六章。 然后,保罗又一次去,保罗又一次去,现在我们叫那个地方土耳其,他又去那里传福音,鼓励基督徒,让教会更稳定。 当时神不让他到土耳其,所以他传福音,但是不可以去那里,北部也不行。 所以,后来他去欧洲,从那个地方他去欧洲,从在马其顿开始传福音。 所以,从希腊的上面,到哥林多一直讲道耶稣,在很多地方,回去土耳其,在以福所传了福音。 所以,有很多地方他去,有人相信成为基督徒,还有些新的教会。 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十五章,可以帮我念这段经文吗? 保罗有一个计划,他为什么想到西班牙? 从保罗开始传福音,从保罗开始传福音,他成为基督徒,一直到他有这个计划,就是差不多十年当中。 所以,十年当中,他已经觉得我要计划去西班牙那里传福音,因为我以前传的地方已经有基督徒,已经有教会。 所以,从耶路撒去西班牙那里,从耶路撒冷一直到那个地方,他已经传好了福音,不需要留在那里,要去新的地方,跟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传福音给他们听。 所以,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所以,我等一下我会去,但是我要给你们看这张表单,因为我要提到这个问题。 所以,你觉得保罗自己一个人传福音,建立教会吗? 不是。 他常常有同工,有伙伴跟他一起走,跟他一起合作。 有的时候,保罗派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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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 你们看的都是一个城市的名字, 但是应该是第三个那个人的名字, 还有加一个题,提问的题, 所以对不起, 可能你多看, 你可以发现很多错的地方, 所以错的地方都是我的。 所以这是应该是以巴佛题, 所以只要给你们看这个地方, 保罗有很多同工跟他一起工作, 跟他合作。 所以这个人, 我们看到有的同工跟他很久, 但是有的跟他一起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这个人其实跟他多久我们不太确定, 但是我们看到他是被他的教会去保罗那里送钱, 但是他跟保罗在一起的时候, 他采点词, 因为他要提供保罗的缺少, 他很愿意帮助。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张上面的这些同工, 注意到人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最右边的。 你看到提供保罗的缺少, 可能他听到保罗传福音, 他就成为基督徒, 第二次保罗去他住的地方, 保罗邀请他一起去传福音。 你看有的我们不太确定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很多不是从耶路撒冷来的, 也不是从安提亚来的, 所以保罗这个宣教士, 他去一个地方传福音建立教会, 以后有基督徒他们跟保罗走跟他传福音。 我们回去师徒行传第二章, 我们以前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要现在念这段经文。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 住在耶路撒冷, 这身体底下众人都来聚集, 各人听见我们不用众人的相谈说话, 就甚至他们都惊讶兴起说, 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各人怎么听见他们说, 我们生来所有的相谈呢? 我们阿弥陀人、马太人、伊兰人, 和住在美索、布达米亚、犹太、 加塔国家、等都、加西亚、 佛林家、阿弥陀利亚、埃及的人, 并靠近古利奈和地比亚一带地方的人, 从罗马台的客旅中, 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 克里特和阿弥陀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 讲说神的大作为。 好,有人从很多地方到耶路撒冷去,请住。 我要看这段经文,因为我们偶尔看到圣经提到一个城市, 是一个地方,保罗第一次去哪里已经有基督徒, 或是他没有去那个地方,但是已经有教会。 比方说,保罗成为基督徒,他路上去哪里? 对,他为什么去哪里? 在那个地方,基督徒已经那么多, 他觉得值得去哪里抓他们。 这么在那个地方已经有很多基督徒, 我们不太确定,因为圣经没有说明谁去哪里传福音,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人从那么多地方去耶路撒冷, 他们听到彼得传福音, 他们相信可能有的留在耶路撒冷, 但是大概都不是, 所以人回家一定要传福音给大家听。 所以我要说什么,看到使徒形状第二章这样的情况, 人回家传福音, 还有想到保罗,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想法, 这个地方,没有地方我可以传福音, 所以我要去新的地方,没有人听到,没有人听过。 看起来,保罗的想法就是, 我在一个地方传过福音, 有了基督徒,有了教会, 我不需要一直留在那个地方, 因为那个当地的教会, 当地基督徒, 他们可以在当地传福音, 我不需要一直留在那个地方自己传福音, 所以他的想法是, 那些地方已经有基督徒可以传福音, 我可以去找新的地方, 人没有听过的地方, 去哪里传福音。 以上说的有什么重点? 我们不是普通的基督徒在普通的教会吗? 我们回顾一下, 我希望我们一起看得到三个事实, 这三个事实都跟我们有相关。 耶稣建立教会, 在建立他的教会。 在耶路撒冷开始, 耶稣也使用平凡的门徒带别人来认识耶稣, 跟踪耶稣。 门徒们跟周围的人提到耶稣, 说到耶稣为他们做什么, 而且地方教会传福音给周围的人听。 在门徒所在的范围, 福音就会这样发展了。 耶稣会要门徒搬到新的地方, 或是要他们回去以前住的地方。 祂建立教会的方法包括, 或使用普通的基督徒去新的地方跟新朋友传福音, 或是去以前住的地方跟老朋友传福音。 可能新的地方是离本来的地方不远, 没关系。 我们看到福音发展到犹大和撒玛利亚, 普通的新主的去哪里就在哪里传福音。 去新的地方, 人没有听过福音要说给他们听, 人们都需要听到好消息。 福音慢慢地发展在周围的地方。 福音继续发展, 一直到离耶路撒冷更远的地方。 耶稣当然使用使徒们, 但是祂也能够使用平凡的基督徒让福音发展。 听到福音的地方越来越多, 地方的教会越来越多, 而且基督徒们都有机会一起合作, 一起投入。 很多基督徒都帮保罗的忙, 帮他传福音建立教会, 装备教会的成员, 好让他们更稳定。 因为很多地方教会传福音, 因为很多人跟保罗合作, 所以福音在数多地方发展了。 这三个事实会帮我们普通的教会, 平凡的基督徒深深地思考, 怎么一起参与福音的发展。 第一个问题我要问你们就是, 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机会, 这个责任, 让周围的人听到福音, 也让他们看到神的爱, 好让他们认识耶稣。 我们看圣经看到什么? 耶稣的门徒都能够带别人来找耶稣。 还有当地有基督徒, 有教会保罗相信, 当地的基督徒会在当地传福音, 不需要保罗一直留在那里, 这是我们刚说的。 你住哪里? 你在哪里工作? 这个教会在高雄的哪一个区? 跟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 这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我们的机会。 在我们家, 我们常常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有些非基督徒的朋友, 如果我们跟他们不说耶稣的好消息, 那他们从谁听到? 如果我们都不为他们祷告, 那谁为他们祷告? 我们这个教会旁边有很多人, 只是我们周围的势力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也有教会, 但是我们的地方不是那个教会的责任吗? 是我们的, 是不是? 所以我也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谁最适合跟本地人传福音? 当然是本地人。 你们台湾人能够向台湾人传福音? 可能你以为外国的宣教士更适合跟台湾人传福音, 这是你的想法吗? 因为语言的关系, 因为文化的关系, 因为习惯的关系, 因为很多关系, 因为关系的关系, 你们对台湾人的影响更大, 你们的机会更多。 比方说, 我提到一个方面, 在生活方面, 我们外国人跟台湾人差很多, 你们都知道这件事情。 可能是福音的关系, 因为福音我们这样过日子, 我们这样做。 但是台湾人看不出来, 他们看到的都是奇怪的外国人。 你们呢, 因为你们是台湾人, 跟大家更像, 所以因为福音的关系有差别, 人比较看得出来, 你的生活那里受了福音的影响。 你觉得不晓得跟谁传福音, 也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吗? 或是已经跟周围的人说过不太清楚下一步要做什么吗? 没有问题。 我们宣教士们想要帮忙, 想要教你们。 因为我们有盼望, 我们确定耶稣能够使用你们平凡的基督徒在普通的教会建立他的教会。 我要提到三个地方得小心。 第一, 目的不是在一个大场合里聚集一群人而已。 很多人都在一起, 不是我们的目的。 目的是带领人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真正的门徒。 第二, 我们的责任是爱他们, 传福音给他们听, 他们的回应不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他们听第一次, 五次, 十次, 都不相信, 没有关系。 不管他们相信, 不相信, 你还是能够完成你的使命。 第三, 很可能你觉得我个人没办法好好的传福音, 其实只有一件事情会让你做不好的见证。 就是你还现在最终不让神用他的话改变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 如果是那样, 你提到耶稣, 他们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我们看到这张第十三个, 猜点最后的, 你看到他的特点是一个不好的, 因为他太爱世界, 所以他离开了保罗, 没有继续跟他合作。 所以如果你的生活是那样, 你太爱这个世界, 你不如赚钱, 不如过舒服的日子, 不在乎神要你做什么, 不在乎神说什么, 人为什么要听你传福音。 也可能有另外一件事情会让你做一个不好的见证。 你一定要传真正的福音给他们听。 我说传福音, 我不是说到, 跟人说到, 提到你做什么梦, 看到什么别的人没有看到的一件事情, 或是你经历什么奇怪的经验。 这不是做一个好的见证。 做见证就是, 跟人说耶稣是谁, 我们大家为什么都需要耶稣为我们死, 为我们复活。 接下来, 我们能不能计划到新的地方去传福音。 圣经里看到什么? 有的人回家, 在家传福音, 给亲戚朋友听。 有的人需要离开家, 搬到新的地方, 他们去哪里, 就在那里传福音。 有可能耶稣要派你回家, 回去家乡。 有可能因为工作, 学习, 逼迫的关系, 耶稣要派你到别的地方去。 你在那里能传福音给老朋友, 新朋友听吗? 我想到这个问题, 我想到一个住台湾的一个宣教士, 宣教士, 他一百几年住过台湾, 他在很多地方传福音。 但是有一天, 他去一个小村, 去那里传福音, 但是他到那里, 就发现已经有基督徒,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这个小村已经有了基督徒? 后来他发现, 他以前住的地方, 有很多基督徒跟他学习圣经, 他们帮他们做饭的人, 听到福音, 成为基督徒, 他回去他的家乡, 老家那里传福音给大家听, 很多人相信他, 所以宣教士去那里已经有了基督徒。 不过, 我只要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等搬到那里去, 才想到那里的需要, 我们先可以计划要怎么主动去那里传福音, 这样做行不行? 一定是可以的。 或是可以为了传福音, 可以回去, 可以搬出去, 为了传福音在那个地方, 可能可以去那里工作, 可以去那里学习。 所以在高雄, 在台湾, 有没有地方还需要人传福音? 有没有地方基督徒非常少, 教会不太健康? 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只好坐着, 等外国的宣教士来, 去那里传福音吗? 不是。 还有, 为了在新的地方传福音, 我们能不能跟宣教士们合作? 我在这里说我们, 我的意思是帮你们想到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想我们, 就是台湾基督徒, 台湾教会, 我们台湾人, 我们台湾教会, 我们能不能合作帮宣教士,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说宣教士不一定是外国的, 不一定是外国人, 可能是台湾人, 他们也可以当宣教士, 你可以帮他们吗? 我们想到, 再一次想到保罗的工作, 都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做的吗? 对不起, 我说错了, 都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做的, 传福音建立教会, 帮助教会, 是有很多人的帮忙, 有的人帮保罗很久, 有的人帮的时间很短, 有的人当了牧师, 有的很会讲道, 可是还有人做助手的工作, 你看到第九个, 这是路加, 最右边, 那个其他, 那边你看到他的工作, 本来是医生, 还有第最后一个人, 他怎么帮助保罗, 对, 他帮保罗写下, 所以, 你看这些人, 他们做的工不一样, 但是当牧师, 但是很会传福音讲道, 但是都不是, 所以我们这个普通的教会, 有没有办法帮宣教士们的忙, 可以跟其他的教会合作, 传福音, 你个人呢, 一个平凡的基督徒, 有没有办法参与, 好让福音多扩展? 当然, 我们都能够用钱, 用祷告, 参与, 还有别的方法呢? 你看到保罗的同工, 很多是从被宣教士所建立的教会来的, 他们怎么帮忙, 他们有什么特色? 所以, 我就是说, 我们, 美国人, 从美国来到这里传福音, 我们可以邀请别的, 其他的美国人, 搬到台湾帮我们的忙, 但是, 你们台湾人, 可能你从外国人听到福音, 他们, 因为他们的影响, 你成为基督徒, 你不要在这里坐着, 等别的外国人来传福音, 你可以帮宣教士们传福音, 可以跟他们合作。 所以, 还有看到他们的, 这些人的特色, 他们这么帮忙, 你看到, 提摩泰, 他的特点当中, 他有忠心, 他很忠心, 还有他真的关心别人, 还有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把佛题, 他只要提供保罗缺少的, 要那样帮忙, 所以这些人, 他们关心别人, 他们祷告, 他们愿意用专长服侍, 他们很忠心的, 他们知道别人需要听到福音, 相信耶稣, 那些特色, 我们都会学习, 对不对? 可能你觉得, 我不会讲道, 在人面前讲道, 有很多事情, 牧师的事情, 我不能做, 但是, 保罗, 为什么称赞那些人? 常常不是因为他们很会讲道, 不是因为他们会当牧师, 是因为他们心里有什么, 他们很关心别人, 他们爱别人, 他们愿意用他们的能力服侍, 你在学习这些特色, 有可能耶稣会多给你亲自参与的机会。 我记得, 今年, 夏天, 有些美国人来台湾, 为了帮我们的下令营, 你知道他们的目的吗? 不是他们想要每年都来台湾帮忙, 也不只是帮宣教士们比较好居行小令营, 他们去很多地方, 他们的目的是 帮当地人, 帮当地人, 让他们自己 聚行小令营。 因为如果你们觉得, 你们台湾人觉得, 这些教会, 你们觉得小令营 值得继续聚行, 你们自己可以帮忙, 所以后来你们自己都可以聚行, 不需要外国人继续来帮忙。 重点就是, 耶稣在建立他的教会, 他能够使用我们, 每一个平凡的基督徒, 福音一直发展, 我们要不要参与? 我们一起祷告。 耶稣,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让我们听到福音, 也感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信靠耶稣当他的门徒。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了解, 你可以使用我们做什么, 你要怎么使用我们, 我们怎么可以, 每一个人, 也我们的教会, 怎么可以使用我们, 让福音发展, 也建立你的教会。 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 我们都需要你的能力, 你的帮助, 所以我们求你, 不但让我们多了解你的计划, 你想要做什么, 而且让我们真的愿意参与, 也让我们得到你的能力, 得到你的智慧, 所以我们可以好好地参与。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